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其易消化 同时又能保留住蔬菜里的维生素和它的口感 为了保证最佳效果 烹饪的时间要尽量地短 这样做是为了留住蔬菜最诱人的颜色和口感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 烹饪过程中要保证蒸锅内充满蒸汽 所以请务必确认蒸锅的盖盖紧了 现在请遵循下列步骤 您很容易就会学会蒸蔬菜的方法 我们使用的食材包括 羊剂 彩椒 芦笋头 和土豆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替换它们 您需要一个蒸锅 当需要蒸大量的食物时 您可以使用面积大一些的蒸笼 就像这样 最后您需要水和夹子 以加出滚烫的蔬菜 为了增加味道 您可以添加任何您喜欢的汤料 这里我们仅仅是在水中加入了切成小段的柠檬草 在开始之前 我们要把蔬菜洗净 去皮 第一步 准备蒸锅 往蒸锅里倒深度2厘米左右的水 然后将蒸葛放入锅中 蒸葛不要没入水中 然后盖上锅盖 第二步 加热蒸锅 把蒸锅放到炉灶上 开中火 锅中很快就会冒出蒸汽 稍等一下 然后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 切蔬菜 将蔬菜切成同等大小的小块 这样既能够快速加热 又能够受热均匀 如果蔬菜不是很厚 大小也一致 那就没有必要再切成小块了 比如像卤笋头 第四步 开始蒸蔬菜 将锅盖小心地移开 这时的蒸汽是非常烫的 在继续之前 先让蒸汽烧散一些 把蔬菜放在蒸格上 蒸汽应该能在其中自由流动 保证蔬菜之间有间隔 不要挤成一团 盖上锅盖 确保锅盖盖紧实了 然后把火调至最小 这样蒸上几分钟 第五步 停止蒸煮 每一种蔬菜需要蒸煮的时间长短不一 在停止之前 要确保所有的菜都蒸熟了 要确定何时停止 就要不停地尝试蔬菜 当您觉得蔬菜的口感很不错时 那就表明它们蒸好了 您可以用刀去切蔬菜 如果很容易就切开 那也表明它们蒸好了 把火关掉 移开蒸锅 然后取出蔬菜 现在您已经学会如何蒸蔬菜了 蒸好了就赶快动口试试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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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